趁天黑穿过盾内刺客查苏夫亚前线 急促炮弹声没想到已经被恶军发现 德国记者团队跟着乌克兰士兵躲进阴暗地道避难 我们刚刚在摩托车站起来 我们刚刚在摩托车站起来 我们把俄罗斯团队砍了一封砍弃 记者讲话喘不过气 但这样的紧急状况是乌军日常 发霉弹要排一排 这支乌军部队手上就这些 标函俄军对抗需要至少150枚 差了18倍 不过乌克兰还没被逼到绝境 在阿富迪弗卡前线 这支部队操作各种改装无人机发动突袭 兴奋大后 镜头里的俄罗斯装甲车整辆炸毁 接着他们发现了更有价值的目标 这只是无人机打中的小冲击 等待几秒后 携带弹药二度大爆炸 成功摧毁敌军后方弹药堆 但无人机再厉害 没有防空飞弹 就很难挡下 平凡空袭 南部港都奥德萨 星期三凌晨遭遇空袭 至少三人死亡 短短一天前 这里才被炸过 监视画面看到 好几个爆炸光点 浓烟窜生 当地一座学校建筑 烧了起来 这栋学院因为外形独特 被奥德萨人称为 哈利波德城堡 空袭过后 屋顶几乎烧毁 尖塔也只剩骨架 哈尔科夫也有铁道和民宅 在空袭后起火冒烟 至少一人死亡 但乌克兰人的意志 并没有因为飞弹而消沉 尤其是年长者 对内刺客就传出一则 惊人故事 98岁奶奶 家园成了 俄军占领区 她竟然在炮火之中 没水没食物 徒步10公里逃脱 抵达乌克兰控制区域 虚弱的奶奶靠着决心撑下去 这已经不是她人生中第一场战争 另外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 指控俄罗斯干扰GPS讯号 影响芬兰航空班机降落 还导致该航线紧急停飞一个月 俄罗斯野学乌军公布随身摄影镜头的拍摄画面 他们趁先前美国援助卡关时 悄悄往前推进 俄军二月才夺阿夫迪夫卡 四月再夺附近的小村 还插上军团旗帜 乌克兰战况告急 但先前官员受访明显报喜不报忧 其实阿罗斯上礼拜就宣布占领 阿夫迪夫卡西北侧的索洛维约夫 27号再攻陷辛卡利诺夫和克拉米克小村 乌克兰武装总司令塞尔斯基 直到隔天才承认他们战术性撤退 伯迪奇 塞梅 尼夫卡 辛米 哈伊 洛夫卡 三座村庄 乌克兰军事部落客也发现 乌克兰官宣可能有点碰轰 包含这段声称在伯迪奇 打击俄军的影片 画面po出没多久 又在同个地方宣告撤退 除了阿夫迪夫卡西北侧 遭俄军步步进逼 巴赫姆特周遭也能看见 乌军上井发条 出动武装直升机防守 因为俄军一直对西侧的战略高地 查苏 夫雅 虎事 单单 为了给普清面子 俄军似乎想趁5月9号 二战胜利纪念日 打出新战果 住手的乌军也发现 有俄军改骑 两轮的摩托车 尝试挺进 不过最后没有成功 回国去年俄罗斯5月9号的大阅兵 武器存大幅缩水 还出现最孤单坦克车 但今年 俄罗斯可是大费周章 吊挂来一辆辆从战场上 夺取的西方武器 包含德国原屋的报式坦克车 和英国 法国等军车 当成战利品 准备在莫斯科大举展出 这些战利品无疑是想彰显 俄军没被打趴 俄罗斯除了东部战线 有进展也持续向乌南地区施压 终于俄罗斯又对南部港口 城奥德萨发射飞弹 导致一座被当地人称为 哈利波特城堡的私人法学院 起火燃烧 酿成至少四次三十多伤 攻击同天 有信心乌克兰还是可以获胜 但重点是盟国得加快援助交付的武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次点名 希望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CNN记者整理出美国至今原乌的资金 以远超出给他国的支援 无奈先前军援卡关 还是导致乌军弹药吃紧丢失领土 另外乌克兰兵力问题也急需解决 乌克兰国会先前通过新动员法阔 打真兵 北约秘书长对此乐观起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